大家好,我是小花将 我们可以看一下,我身边有两棵大的吊篮 我们可以看一下,长得是非常丑的 比较凌乱一点 出现这种情况呢,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方法处理一下 让它变得更加的好看 成这个样子呢,我们直接给它剪掉就可以了 不管是金边的,还是金芯的,还是这种全绿的 我们都可以给它剪掉 我们直接给它剪掉就可以了,不要觉得可惜 留点叶子呢,可以促使它光合作用有利于植物的生长 我们不要围根茧,围根茧,不容易发根的发芽的 剪掉之后呢,我们对它进行换盆,进行浇水施肥 一个多月,便可以长出新的一盆,会更加的漂亮 像这个小芽呢,我们可以给它插到盆里 和割韭菜一样,只有手狠呢 你的花呢,才会长得更加好 如果剪都不敢剪,这花呢,它能长好吗 这种剪掉的芽呢,等一会儿呢,我们去给它插盆里啊 我们今天的视频呢,也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,点点下方关注 我是小花江,我们下次见,拜拜